话不多说 我们就马上开始第一轮EVE的现实 Battle辩论 在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公司 遇到理想型同事 我们要不要追呢 正方的 朱一轩反方 邓兵营 第一轮 一分钟立论 请正方 朱一轩开始 首先在职场上遇到了理想型 要不要追 当然要追 要知道理想型的出现 对一个职场社出来讲非常奢侈的 我们每天坐在办公室996007 接触到这的人群 除了同事之外 就只剩下会在微信 给我们发微笑表情 和半夜问 亲亲一睡了吗 那种假方爸爸 我们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要怎么去心动 如何去心动 其次 在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情形下 还要不要追 回答更是要追 我方认为 年轻人点为自己回一次 好 时间到 谢谢一轩 那么下面一分钟立论 请反方兵营开始 其实在我跟一轩的讨论当中 最大的职场恋爱的一个危险点 恰恰是在于在职场的环境当中 因为我们在工作中 总想表现出自己最完美 最积极的样子 可是回归到生活之中 你会发现在相处之中 你产生了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我最初会喜欢上这个人 而这就是现在的职场的大部分恋爱 不会走到最后的原因 所以我是希望 大家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能够更理性一点 保持着更谨慎的态度去做选择 这是我今天的立场 第二轮battle时间 还是由我们正方的朱一轩先开始 先问宁方知不知道 禁止办公室恋情的规定 本身就是违法的呢 我觉得这个讨论是偏离变体本身的 今天您的职场的生活的圈子小 是不是更应该去扩展社交 而不是说在这种本来不是真爱的环境当中 去找寻你喜欢的另一半 所以他方也看到了 其实他方也成 本身这个制度它就是不人性不合理的 退一步跟你讲爱情的问题好了 所有的爱情刚开始都来源于错事 来源于一层包装 宁方又把所有的爱情的归结为不是真爱吗 这恰恰是今天职场恋爱跟生活恋爱最大的不同 职场当中我们总想去表现出最完美的样子 可是这种角色在回归到生活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 这个人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了 所以刚才他方的意思是 我们因为在职场中看到了对方最好的一面 所以接触不了生活的平淡 但这不是职场独有的 任何一份刚开始 比如说我觉得她是一个漂亮的美女 但我到家里发现 她竟然是个跟普通女生一样 要上厕所甚至还不关门的一个女生 这种错失带来的好感在生活中都会被磨灭 所有的爱情都不能规避的 来回到宁方问圈子的问题了 宁方告诉我 现在我每天在律所里99607 到半夜才下班 我怎么去拓展圈子 公司怎么为我的人生负责 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能喜欢一个人 发现他不是理想的样子 可是我们没有付出成本 可是在今天的变题之下 你喜欢上了一个人 一方面是他可能会因为你的喜欢 而丢失这份工作 而我呢 时间到 好 谢谢 好 我觉得是必须要在这个变题当中 去跟大家进行成本的比较的 因为如果说我喜欢上了一个男生 然后这个男生呢 我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 我不想我自己给他造成这份困扰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职场当中 很多时候你做的这种选择 像我刚刚讲 其实是不理性的 那我希望大家在做决定的时候 可以谨慎一点 恋爱他本身就不是一件理性的事情 爱情是靠什么来维持的 恰恰是靠对方身上的 可能的一个闪光点 如果我们一切的激情都被柴米油盐磨平 但他在职场中还是那个闪闪发光的上司 还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员工 我们的爱情才能够永久地维持 我们可能要顶着上纪纪律的压力 我们可能要顶着职场的负担 但只有这些压力 这些成本 才是把我两个个体变成我们的过程 谢谢 我觉得一轩他是紧张 但他逻辑特别好 冰淫他比较放松 他比较感性 一轩他的一个灵活性 另外他的反应力就非常非常快 总体来讲的话 和他实习中的一贯的风格还是一致的 当然今天的好处在也就是说 没出现第九步沾这种 让我们感觉到激烈的措辞 谢谢你为了精彩点评 谢谢大家